台东漫游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来台湾 真的一定要来台东 台东非常的漂亮 无论是刚才我们去了加路兰海滩 还是现在我在的这个铁道主题的公园 都非常漂亮 你看我背后的这些装置艺术 是不是很漂亮 这些装置艺术 刚才我跟我妈从加路兰海滩出来之后 我妈就吐槽说 加拿大的文学艺术真的不如台湾 真的加拿大在文学艺术这个方面 真的是不如台湾 你譬如说加斯佩的海岸也非常美 大家如果要想看自然景观的话 真的加斯佩的海岸也非常非常美 但是就像我妈说的 我妈出来就跟我吐槽加拿大说 她常常在加拿大认不得路 就是说加斯佩海岸上的那些就是休息区吧 长的都是一个样子 长的都是一个样子的 就是都是山海 是很美了 景色非常非常美 但是就没有标志性的建筑 就是我妈开车走到哪里 都是觉得似曾相识 都觉得来过 其实没有啊 其实没有来过 只是他们长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山海嘛 就是山和海 就只是这样嘛 但是台湾不一样 台湾每个地方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特色 你譬如说我们刚刚去的加路兰海滩 就是我妈就说 她绝对不会把加路兰海滩跟其他的海滩认错 她一定能够辨别出来 那是加路兰海滩 对 所以说台湾在文化艺术方面真的很棒 非常非常棒 哪怕是我妈这样对文化艺术真的还好 其实我妈对于文化艺术方面真的还好 但她都觉得台湾真的非常非常棒 加拿大在这些方面是远远不如台湾的 差很远 真的差很远 那包括说在加路兰海滩 用这种铁道 这种铁路的 废弃的枕木做的装置艺术 非常有环保这个方面的价值 我妈也非常非常欣赏 台湾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狗狗 狗狗 我看到了狗狗 你看 我发现台东的狗狗真的很经常就在大路上面一躺耶 你比如说这一位狗狗 这一位狗狗 就走过来之后就往台子上面很大方的一躺 很大方 而且无论我怎么拍 这位狗狗都没有任何反应 你好 狗狗先生 狗狗先生你好 对 这位狗狗先生就很安稳地睡觉 很安稳地睡觉 没有任何想要起来的意思 这个装置艺术也很漂亮 很漂亮耶 粉红色森林是芝本草原上的白马 哦原来这是台东的旧的火车站 嗯很漂亮哦原来是竹子哦原来是竹子做的哦原来用竹子做出来的这样的装置 真的很漂亮耶 尤其是这种粉红色 我没有想到这种粉红色跟马 还有这种草原一样的异象这么搭 真的很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的粉红色耶 然后还有这个灰色和橘色还是黄色 我觉得像是黄色和橘色之间的一个颜色啊 灰色和这个颜色搭配的火车好漂亮啊 配色超漂亮 我非常喜欢这个配色 这个配色很少见耶 因为这个配色要搭得漂亮啊 这两个颜色要调对很不容易啊 但这辆列车的色这个色调我非常喜欢 台东台东 到目前为止我对台东的印象真的很好耶 我真的很喜欢台东 铁道艺术馆 很漂亮的一个小建筑 但好像没开门 机关库 很漂亮的一个铁道主题的公园 看连厕所的门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厕所门 很漂亮耶 这是整幕做的椅子 都是环保回收旧物利用 在全家买的瓶装水 我觉得这个设计蛮漂亮的 很简洁很漂亮 我们是白天来的 所以已经没办法看台东光季了 嗯还蛮可惜的 但是整个台东旧站就已经很漂亮了 台东旧站特区 嗯白天也非常漂亮 但是晚上我相信更漂亮 嗯可惜 我们一会就要回旅馆了 好漂亮喔 嗯 好漂亮喔